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鸡蛋作为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食物 不仅性价比超高,营养丰富,美味不腻 还能做出各种花样,满足人们口味的多样化 西红柿炒蛋,青椒炒蛋,卤蛋,煎鸡蛋,白水煮蛋 然而这么好吃的鸡蛋吃法不对,也会对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比如油炸鸡蛋,虎皮鸡蛋会增加癌症风险 糖心蛋或生吃鸡蛋容易导致感染 进而出现腹泻,腹痛,发烧等症状 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有可能死亡 今天小颖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鸡蛋的多种吃法,哪些要不得 糖心蛋好吃又营养,又感染风险 很多人煮鸡蛋或者煎鸡蛋的时候 会特意做成流心蛋或糖心蛋 甚至现在为了搭配合流火锅 会专门用搅拌均匀的生鸡蛋液 不仅看起来高级,口感也好 然而这种吃法不推荐 首先,糖心蛋或流心蛋 生鸡蛋液营养吸收率低 生鸡蛋中蛋白质结构相对致密 影响食物中生物素的利用 而生物素又跟维生素C,脂肪,蛋白质的代谢有密切关系 鸡蛋煮熟之后更有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 数据显示,生鸡蛋的消化吸收率在50%左右 而熟鸡蛋高达97% 其次,糖心蛋或流心蛋,生鸡蛋液存在感染风险 鸡蛋容易受到沙南氏菌等微生物的感染 糖心蛋或者流心蛋不能达到杀菌的温度要求 人体感染后容易出现腹泻、腹痛、发烧等症状 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有可能死亡 因此,建议大家吃鸡蛋时吃全熟的哦 油炸鸡蛋美味增加致癌风险 现在街头流行一种美食叫灌蛋油条或油条果子 就是在炸油条时把鸡蛋打入油条内一起炸 吃起来很香,却可能含有大量致癌物,杂环胺 一般而言,煎炸食物在油温大于或等于200度 煎炸时间大于两分钟,便会分解形成大量致癌物质杂环胺 高温油炸之下,蛋白质和脂肪容易变性 生成本病比一类致癌物、杂环胺等有害物质 原本健康的鸡蛋也会生成致癌物 除了油炸本身带来的健康风险 很多小摊小贩处于节约成本,会把煎炸油反复利用 然而,煎炸用过的油如果反复回锅 不饱和脂肪酸会产生聚合体 其中二具体三具体毒性最强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卤鸡蛋、茶叶蛋香,警惕隐性糖盐 早上来不及吃饭时,路上买个茶叶蛋 或者晚上吃宵夜 泡面时加个卤蛋,会觉得又香 口感QQ弹弹又好吃 加上现在视频工艺成熟 包装后的成品卤蛋便于储存鞋带 是旅行火车上的好伴侣 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很多人都忽视了茶叶蛋或卤蛋中含有的隐性糖盐 这做过程中,为了让卤蛋颜色的好看 口感丰富 往往需要加入茶叶、酱油、白糖、食盐、味精等调味料 即使已经煮熟的情况下 为了保温入味 还会持续在卤水中加热浸泡 因此卤蛋虽然好吃 别忽视隐性糖盐 尤其是三高人群要注意 毛鸡蛋营养价值高 小心中毒 所谓毛鸡蛋就是胎蛋 很多人会喜欢吃五香油炸、烧烤的毛鸡蛋 认为既有鸡蛋成分含有肉 其实,这种蛋所含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脂肪、糖类在软化过程中已被胚胎利用掉了 营养价值并不高 而且,此类蛋中还有大量的大肠杆菌、葡萄球菌、伤寒杆菌、变形杆菌等 吃这种鸡蛋不仅对人体无益 还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炎表现 若致病菌轻入血液 可引起败血症、脑膜炎、肺炎等疾病 甚至可能感染伤寒 另外,毛鸡蛋里的激素含量偏高 经常使用可能会对青年、儿童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影响 胆固醇膏还能吃鸡蛋吗?能 鸡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不高 但是,胆固醇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而且,蛋黄中还含有可以降低胆固醇的卵磷汁 可以帮助人体调节胆固醇水平 所以,对于血脂膏的人来说 每天摄入的胆固醇需要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而一个鸡蛋黄的胆固醇是200毫克 所以,每天一个鸡蛋是完全可以的 鸡蛋虽然好吃 但是,对鸡蛋过敏、有肝肾疾病 但到一线疾病的人 需要在营养师或医生的指导下食用哦 除了健康的食用鸡蛋 如何辨别新鲜的鸡蛋也很重要 小饮教你辨别三种不新鲜的鸡蛋 第一种,蛋壳裂纹的鸡蛋 蛋壳上有了裂纹 不管裂纹是大还是小都不能够买的 因为这样的鸡蛋很容易会被细菌侵入 即使是买回家立即食用,也是不能买的 第二种,蛋黄粘在蛋壳上的鸡蛋 鸡蛋的蛋黄粘在蛋壳上并非是鸡蛋天生的 而是由于鸡蛋存放的时间太长 蛋黄膜变质造成的 其实这种情况下的鸡蛋是可以吃的 只是表明放的时间比较久不新鲜 但没有发生变质 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家都是不吃的 二,蛋黄紧听蛋壳不动 并且蛋黄与蛋壳接触的位置上 呈现出深黑色的样子 这种情况下的鸡蛋是不能吃的 这种鸡蛋,不管是打开蛋壳倒出蛋液 还是煮熟了包掉蛋壳后,我们都会闻到有异味的 三,散黄的鸡蛋 造成鸡蛋散黄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一,因鸡蛋发生了震荡,导致蛋黄膜破裂,造成了散黄 二,因存放时间太长,造成了鸡蛋变质 鸡蛋的电晶和蛋液发生了结构改变 因此所造成的鸡蛋吸着 因为这两方面原因不方便具体分辨 所以建议大家,只要是发生了蛋黄的情况就不要再吃了 在挑选鸡蛋的时候,将鸡蛋拿起来,放在耳边轻轻地晃一晃 如果有震动的感觉,那就证明鸡蛋散黄了 鸡蛋如果新鲜的话,蛋壳表面会有一层类似于白霜的东西 看上去有种类似于朦胧的状态 用手轻轻地晃一下 如果是新鲜的鸡蛋是没有声音的 反之,不新鲜的鸡蛋会有一种水流动的声音 将鸡蛋放在水里 如果鸡蛋在水中下沉,则代表鸡蛋是新鲜的 如果鸡蛋不下沉,反而上浮 那证明鸡蛋是不新鲜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我们下期再见啦